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曾经绝略过各大海洋上面的宝物 现在呢我把这个宝藏藏在金银岛上面 原本以为没有人会发现我藏在这里 没想到我被几个同行给发现了 他们把我抓了起来 他们逼我说出宝藏的位置 可是呢我并不会一次就马上给说出来的 我不会就会因为这样把宝藏分给其他人的 所以我还要好好的偷偷的隐藏我的秘密 并且给他们一些可能无所谓 无关紧要的线索 让他们找不到宝藏 这样子我就可以独吞这个我所有的宝藏了 各位玩家我们在金银岛中呢 首先要先选出一位最厉害的海盗船长 来扮演这个约翰希尔佛 他就是这个黑黑的小人 那一开始呢他还没有被出现在地图上面 因为他正在被绑架 正在被逼供 所以呢他先不会出现 直到我们的礼拜一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其他玩家决定说 把他关在哪一个地图上面的黑塔中 所以他到礼拜一的时候呢 看到一个囚禁的符号 就会把他出现在地图上某一个黑塔上面 好那我们游戏呢会从星期五开始 然后呢四位玩家 假设我们现在五个人 所以就会有四个人是来找宝藏的 那每个人呢都会选一个挡板 然后他里面呢会有一些特殊能力 每个角色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你想要的角色 好然后呢每个角色呢 他都有一个小小的特殊能力卡 来记录说你总共使用过哪些特殊能力 因为有的特殊能力他只能用一次有的只能用两次 所以说呢你要自己记录一下你有没有使用过 然后呢你还会有一个小小的地图 这个是你可以自己做记录的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宝藏在哪里啊 你可以记在上面画东西 然后呢扮演船长的这个约翰希尔佛 他也会有一个很巨大的挡板 因为呢他有很多东西要藏 像是他一开始呢会先画一个宝藏的真实地点 在他的这个小地图上面 例如说呢我想要画在这个正中间 那我上面画了一个小点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我等一下保障正确的真实位置 所以不能被其他玩家发现要放在挡板后面 好那这样选完以后呢 我们游戏就可以开始了 开始的时候呢海盗船长很忙 他还要给大家一张这个古老的地图 告诉他们不在哪个位置 每个人都会给一张 可是你要确认一下说他真的不在那个位置 才能发给其他玩家 所以每个人都会得到一张这个秘密的小地图 那每个人不知道别人的是什么 所以说只有海盗船长能够给出正确的这个资讯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游戏开始了 游戏开始之后的话呢 要怎么找宝藏 我们先按赞分享订阅我们的影片 这样子我才要告诉你们如何找到宝藏 哈哈哈哈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我们的游戏流程 游戏流程的话呢 每一个回合都是船长先做行动 接下来呢会由其中一位玩家来开始他的行动 好那我们第一个回合是礼拜五 然后下面的星星数字呢 就是表示说你可以做几个行动 如果这个数字下面有一颗星星 就是说玩家只能做一个行动 如果后面呢 比较后面的日子就会有两颗星星 这样子玩家就可以做两个行动 但是船长呢都只能做一个行动 好那我们会先决定说我们玩家的顺位 假设顺位是这样子 蓝绿橘红的话呢 那礼拜五的时候就是由蓝色的玩家来开始做他的行动 可是呢船长会先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船长会有哪些行动要做 因为船长他没有办法选择 因为他现在是被绑架的状态 所以说呢 呃上面画了什么符号 船长就必须要做那个行动 像是礼拜五的时候 他画了一张白色的纸 所以呢船长就只能做这个白色的纸 叫做起始线索卡 那一开始呢船长会得到三张 随机抽三张这个白色的起始线索卡 然后呢他如果画了这个白色的纸 我想想就是从这三张里面打出一张 然后呢打完以后再抽一张新的 所以我手上呢一直都会维持三张这种线索卡 好那我现在先假设打出了一张这个 无边无际 好那我打出来以后就会放在我的这个 第一张的空格这边 然后呢他会写说 指明一个距离宝藏八英里之内的人物模型 如果无法满足条件 则必须要告知 所以我就要查一下我的宝藏 有没有人是距离在八英里以外的 那我们会有这个道具就是尺 还有这些螺盘 螺盘也就是可以使用的 然后呢还有搜寻用的大圈圈跟小圈圈 看你要做大搜寻还是小搜寻 好那我就会拿这个尺量说 距离宝藏八英里以外的 我当然是不会在直接在这个地图上面量 因为我不能让大家知道宝藏在哪里 我可以拿我的这个小尺 我们也会有这种小的尺 它有小的螺盘在地图上 你可以自己在自己的 抽头的在小地图上面量说 这个八英里是距离多少 好那我就看一下哪一个玩家 在我的宝藏八英里以外 然后我就必须要跟大家讲说 好那谁在保障八英里之外 只要讲一个就可以了 如果很多个都在八英里之外 那我也只要讲一位 例如说我说红色玩家 他在距离保障的八英里之外 好那这样就完成我的行动 就是给大家一个提示 好那下面的话呢 就会出现那个红色的勾勾 甚至表示说我给的线索 绝对是正确的意思 那第一个线索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他已经画了一个红色的勾勾 那之后我如果给出线索的话呢 我一开始也都只有这个 绿色勾勾可以给 所以呢我就会把它放在这个 我给的线索下面 那后面的话就是盖着的是隐藏的 因为呢我在第二个回合 星期六的时候 我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问号 好这个问号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叫做炸虎信息标记 我就可以从那个其他的地方 得到一个这个问号 叫做炸虎标记 就是说我之后的回合呢 我可以自己选择 我要骗大家 还是我要给正确的资讯 因为呢如果我把下面的这个 盖起来的符号 换成问号的话呢 就表示说我这个讯息是假的 这是错误的讯息 可是大家并不会知道 除非你用特殊能力去查看说 我这里面是问号还是勾勾 所以说呢 我如果得到问号的话呢 我之后就有可能会出现假的讯息 玩家要自己判断说 我说的是实话还是谎话 好 这是我们的炸虎信息标记 然后接下来呢 到星期一的时候 我会被囚禁起来 该回合行动的海盗呢 会把我锁入一个 他选择的塔楼里 就是假设这回合是轮到 红色玩家做事情 好那红色玩家他就可以把我关到地图上的随便一个黑色的塔楼 他看他想要关在哪里 就把我的这个小模型 黑色的模型放在这个塔楼上面 这关系到我之后 要逃脱的时候呢 有没有办法轻易的逃脱 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放在哪里 这个可以大家一起讨论 或是由该回合的玩家来做决定 你们可以自己一起想 或者是给他决定都可以 好下一个呢 就是在我们星期四的时候 下一个星期四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第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七个回合 这个时候呢 我会弃掉我手上所有的起始线索卡 就是把我们白色的卡片 全部都弃掉 然后换成黑色的 三张黑色的卡片 这个时候呢 就会讯息会变得比较不一样 我给的提示呢 会可能比较困难一点点 所以呢 就会改抽三张黑色的线索 那之后一样 就是你打一张黑色的线索 你就会再抽一张黑色的线索卡 白色的线索卡就再也用不到了 好就是从这一个回合之后 好下一个行动的话呢 就是可以打出黑色的线索 像我们的第八个回合 我就是可以打出一张黑色的线索 我一样就是从三张选一张 然后打在我的这个线索的提示板子上面 好那上面一样就是每一张都不同 所以说你自己看一下上面写什么提示 你就给大家什么提示 那一样就是你给完以后呢 你要放一个标记上去 只有你自己看得到就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会放一个标记上去 好接下来呢最后一个就是出逃 出逃的话呢我们会一直到17回合 就是最后最后一个这个符号的时候呢 我们的船长我就终于逃脱了 耶我终于就是逃脱这个 你们的囚禁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偷偷摸摸的逃了出来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船长他可以唯一做的行动 就是移动6英里 最多移动6英里 我就可以从这个地图上面呢 量6英里的距离 看我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不过呢我的目标就是我要逃到我藏保障的位置 这样我就获胜了 这样我就成功的把保障给重新的隐藏起来 不让大家给发现 然后我就会得到我自己的保障 然后逃脱 所以说呢到这个出逃的回合之后 船长的目标就是走到我的保障的位置 那最多一次只能走6个英里 所以说我走到以后呢就获胜了 除我其他玩家走到保障的位置 一样就会得到获胜的这个胜利 那不管是谁 反正就是谁走到保障的位置 谁就获胜 这个游戏目标非常的容易 好那接下来我来介绍 其他玩家有哪些行动可以做 那刚刚有讲过说每一个角色呢 它都有四种不同的特殊能力 然后有三种正常的行动 是大家都一样的 好那我先来介绍这三种正常的行动 第一个呢就是说移动最多6英里 刚刚有讲过就是你拿这个尺 在地图上面画 它只能走直线 所以说你要想要往哪一个地方走 你就往那边直线移动最多6英里 你可以不用到6英里也没关系 看你要走多少就走多少 好第二个呢是说你最多移动3英里 然后呢可以执行一次小范围的搜寻 小范围的搜寻是什么意思呢 刚刚有讲说有小圈圈跟大圈圈嘛 所以说小范围的搜寻就是我们使用这个小圈圈 那我可以先移动3英里 假设我是这个蓝色的 那我就可以往这边走1 2 3 走3英里之后呢 我要把这个圈圈套住我的人 然后呢我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 看我要怎么搜寻 就是我不可以超过我的这个的人 我的人一定要在小圈圈里面 然后我画一个圈来做搜寻 这个游戏有趣的地方是 你真的可以在地图上面画东西 那我就画一个圈来做搜寻 然后这个时候就要问船长说 我在这个圈里面有没有找到宝藏 如果我找到宝藏我就获胜了 那如果我没有找到宝藏呢 船长可以选择说要不要给我一个小东西当做提示 好小东西的话呢 我有六个东西可以给大家做提示 那这个时候呢 看我要不要给 我可以自己选一个给这个玩家 做搜寻的玩家 总共有哪六个东西的话呢 在我的船长的这个档板上面有写 总共有 第一个就是宝藏 宝藏就是说如果你找到了 那我就会给你宝藏 然后呢 第二个是七里靴 七里靴就是说 你可以执行一次额外的七英里的行动 移动 那你什么时候使用都可以 你得到这个靴子的符号以后就是说 你搜寻到一个靴子 所以说你之后呢 想要多移动七英里的时候呢 你就说我要使用这个七里靴 你就可以多移动七英里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扑克牌 扑克牌就是说海盗可以得到一次额外的认选行动 就是你们这七个行动可以认选一个打出来 打出这个扑克牌就可以做一次额外的行动 好第四个呢就是说铲子 铲子就是得到一次额外的小范围搜寻 就是你可以使用你的行动之后呢 或者是之前你就可以做一次这个小圈圈的小范围搜寻 你就把这个铲子给打出来 好那下一个的话就是靠西一点 它就会提示你说保障位于你这个海盗的西边 所以说我给你这个靠西一点的话呢 就表示说你现在站的位置必须保障在你的西边 OK大家应该不会东西不分吧 就是在保障在你的位置的西边 OK就是它提示你这个靠西一点 那相对靠西一点就是还有另外一个线索叫做靠东一点 就是当我给你这个靠东一点的线索的时候呢 就表示说保障一定在你目前位置的东边 可是不知道东边多少反正就在你的位置的东边就对了 这应该很好理解 好那最后一个的话呢就是旧地图 旧地图就表示说我提示你的时候保障不在你的位置的区域 什么叫你位置的区域呢 就是假设说蓝色现在站在这边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白线 白线它有划分出区域来 所以说这个白线的区域就是说保障现在不在你的这个区域里面 好那红线是什么呢 红线就是一些障碍物 红线就是你直线行动的时候呢 跨不过去的障碍物 所以说呢白线跟红线会围成一个区域 那就是你的该区域 所以说当我给你旧地图的时候呢 保障就不在你的这个白线跟红线组成的区域里面 这是一个蛮有用的提示 好那总共就是有这些东西 那如果都发给玩家了就没有东西可以发了 所以你在搜索的时候呢 船长可以决定说要不要给你这个小东西当做线索 那如果船长有给的话呢 之后就可以打出这种有宝箱的线索 因为表示说我刚刚有有人来搜寻我的宝箱 有找到东西 所以船长之后呢就可以打出这种有宝箱的牌一次 就是你当给了别人一个物品的时候 你可以打出一张有宝箱的牌 所以说船长的话呢 必须一定要给线索才能够打这个牌 那如果你没有给就是不能打这种有宝箱的牌哦 所以请船长务必要记得 下一个行动就是执行一次大范围的搜寻 可是你就没办法移动 所以说你可以在原地做一个大范围的搜寻 那跟小范围搜寻是一样的 就是你用笔画一个圈圈 然后问这个船长说 我在这个圈圈里面有没有宝藏 那他如果跟你讲有你就获胜了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看船长要不要给你一个小物品当作线索 好 这是我们的基本三个行动 大家都有的 那另外四个的话呢 就是特殊能力 每个角色会不一样 那我今天就是先介绍这一位 夏洛特德贝莉的特殊能力 好 他的特殊能力的话呢 第一个叫做上古卷轴 上古卷轴的话呢 每个游戏只能使用一次 那就会得到这个海盗船长 额外再给你两张上古卷轴 上古卷轴刚刚有讲过 游戏开始的时候 艺人会有一张 所以说呢 这个贝莉它最多会得到三张上古卷轴 就是告诉你宝藏不在的区域 它上面会有画说 有骷髅头 然后黑色的 涂黑的地方 就表示说宝藏绝对不会在那个区域 所以如果你有三张的话呢 那你可以排除很多地方 就是不会有宝藏的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 上古卷轴的特殊行动 那第二个呢就是罗盘 罗盘一次一个游戏也只能使用一次 就是说呢 海盗船长可以选一张罗盘线索卡 在这边 这边有很多张罗盘线索卡 它就会密密的给你一张这个罗盘线索卡 那如果它给你的是这一张的话呢 你可以对一下 它的N就是北方 所以说不可能出现的地方是画黑色的 所以它不可能会在你的西北方 还有不可能在你的正东方 OK 就是说你看画黑的位置就是不可能出现的方位 所以你等一下就是往其他方位去找就对了 好就是得到一个罗盘的线索 那这个每局只能使用一次 然后下一个呢叫做吉池 也是每个游戏都只能使用一次 就是我可以迅速的移动到顺移到任何一个地图上面的地点 随便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特殊能力 就是瞬间移动 好这个是很简单 就是你随便移到一个任意的地点 OK 然后呢 最后一个叫做验证 验证的话呢 一整个游戏可以使用两次 就是说你可以密密的查看一个信息标记的内容 就是刚刚有讲说船长在给讯息的时候 他如果有得到问号的话呢 他可能会使用这个问号就是假线索嘛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个里面是问号还是勾勾 所以你总共可以使用两次 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两个讯息 确定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跟我们在鉴定保物的真伪是一样的 就是你可以看说这个讯息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那就是我们的背例的四个特殊能力 那轮到你的时候 就是总共有七个行动可以选择 那你就是每次行动就是选择 其中一个行动来做执行 所以你每回合有可能选一个或是两个 就看你的星星数量是多少 你就做几个行动 好那做完你的回合的话呢 就结束 然后换下一个人 下一个回合开始 我们就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进行回合数 直到某一个人获胜为止 到这个第十七回合就是船长会逃脱嘛 所以说逃脱之后的话呢 船长也有可能获得胜利 那逃脱之前的话呢 就是我们其他玩家都有可能找到宝藏获得胜利 那我们最后找到宝藏的人呢 就登登登登 给你一个宝箱 里面真的有宝藏哦 对虽然说它只是一个纸片啦 不过也是不错的 我觉得宝箱做的还蛮精致的 就获得这个宝箱的人就恭喜你成为这游戏的赢家 你有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可以给你使用了 好我们金银岛呢 是一个寻找宝藏的游戏 所以我觉得呢 它跟那个托巴哥非常的像 因为托巴哥呢 它也是就是大家都是想要去寻找宝藏的玩家 然后找到宝藏的人呢 就是会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游戏结束的时候呢 看谁收集的宝藏最多 最高分数的玩家就获得胜利 所以我觉得托巴哥呢 它跟金银岛就是有点主题上面的类似 然后加上它也是靠那个线索去推理说宝藏在哪里 而且你还要开车 就是开车跑过去 才能够把宝藏给带回家 所以它跟托巴哥其实是蛮类似的一款游戏 如果你喜欢托巴哥的话呢 那非常推荐你就是要玩玩看我们的金银岛哦 那如果你觉得金银岛蛮有意思的 你也可以去玩玩看这个托巴哥这个游戏 它也是很可爱的一个找宝藏的小游戏哦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像的呢 就是Mr.Jack开堂手杰克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是口袋版 就是那个巨大的地图版 那个话呢 就是有 呃呃 侦探那个福尔摩斯要去追捕捷克嘛 所以说呢 它也是要靠很多的线索才会先排除 不可能是捷克的人 然后呢 知道谁是捷克以后呢 还要走去那个位置追捕他 然后呢 说我要捕捉你 然后这样子才可以知道说 谁是不是真正的开堂手捷克 如果有抓对的话就获胜了 如果抓错的话呢 就GG了 就直接失败 所以说Mr.Jack它也是有一点像 就是在追捕犯人的游戏 然后它也会给你很多的线索提示 每一个回合都会有侦探的回合 跟捷克的回合 就是会有不同的行动可以做 那所以说我觉得跟金银岛类似的地方 就是它也是要找东西 而且呢 你也要去那个地点 追捕他 或是寻找他 搜索他 这样你才可以知道说 到底那个地方 有没有抓对 有没有找对地方 所以说你喜欢玩Mr.Jack这种 侦探类的游戏呢 或是你喜欢像 托巴哥这种寻宝类的游戏 都非常推荐你可以玩玩看 我们的金银岛哦 那金银岛它是一个最新的推理游戏 我觉得非常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有真的尺龟耶 还有这个圆龟 因为它有一些线索是可能是 提示你说 在这个玩家的三英里之内 有宝藏之类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圆龟呢 放在你的这个玩家的位置 然后画一个圈圈 这样你就知道说 宝藏的范围大概在哪里 这个圆龟真的非常的特别 它有一个锡盘 就是给你定位在地图上 然后另外一个 它这个地方 有一个这个塑胶的东西 就是让你 把你的笔把它绑进去 然后笔绑进去以后 你就可以用这个圆龟来画一个圈了 所以说我觉得它给的这些很多道具啊 很多给锡 真的是很特别 还有这个搜索范围的小圈圈 然后还有罗盘 就真的是很酷的一个游戏 如果你喜欢就是 在地图上面画画东西啊 画画图啊 然后寻宝啊 就真的很适合你 就是它有很多的道具 可以让你来寻宝 所以这个游戏的重点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船长 要非常的厉害 它给的消息呢 要非常的无关紧要 就是它虽然是被绑架了 可是它要随便说一些无关紧要 让你找不到宝藏的线索 这样子它才能够最后脱逃出来 然后呢 自己去那个宝藏的位置挖宝 所以呢 当船长的人必须要是头脑最好的 最聪明的 那其他人如果想要挑战看看的话 也可以啦 只是如果说就是一个 比较没有那么厉害的船长来当船长的话呢 那有可能就是一下子就被大家找到宝藏了 这样子就会游戏的趣味性就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给比较资深的玩家 或者是头脑比较聪明的玩家来当这个船长的角色 然后其他人呢 他们是又既合作又既竞争的关系 因为合作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一起把这个船长给绑架起来 然后逼他说出线索 可是竞争的地方就是说 找到宝藏的玩家只有一个 所以说不会大家一起挖到宝藏 就是只会有一个人获胜 所以说这个其他玩家呢 就是必须要关系非常的好 就是你们又合作又竞争 所以说就是这个游戏很特别的地方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金银岛啰 好最后呢 如果你支持我们的影片 喜欢我们介绍的游戏 也请大家拜托支持一下我的 全新个人创作写真专辑纯密哦 那如果你来秘密基地购买的话 我们还会多送你一盒 超好玩的阵营游戏叫做狼人真言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秘密基地桌游店 跟我们购买我的新专辑纯密哦 如果遇到我的话 还可以帮你签名 还可以跟你合照 还可以送你海报 还可以 呃没有了啦 就这样 这样就已经够多了 好那我们这个专辑里面呢 还有一百六十页的全彩写真集 这非常非常的划算 因为一般的专辑不会附赠写真集 可是我附赠一百六十页给大家 而且呢 后面还有十首歌曲可以听哦 十首歌曲是不是非常有诚意呢 这些歌曲呢 不是同一首歌放十遍 是十首都不一样风格的歌曲哦 有摇滚的 有抒情的 有R&B的 有电音 有舞曲 有轻快的 各式各样的歌曲都有 而且重点是 里面有五首是我自己的歌词创作呢 想要说我是花瓶的人 你们休想 因为里面有五首我的创作 对 所以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后面 就是我都有写我自己的创作心得 因为这张专辑是跟FIR 飞而乐团的阿沁老师做合作的 那五首歌词 都是由我来写词 然后由阿沁老师来写曲跟编曲 所以说呢我每首自己写的歌词下面都有写我的创作心得 不要不相信就是我写的没错 好 那前面的话呢还有一些我写的一些短文 就是我这张专辑的制作心得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从小到大走演艺圈阿 还有读书求学的一些心路历程 所以想要走演艺圈的朋友呢都可以参考看看 里面写的非常的详细 就是我写的word的档大概有二三十页吧 然后浓缩成这几页给大家做参考 就是把重点都写在上面了 好那前面的写真集呢 造型也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我自己本人做造型设计的 因为我在那个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台大戏剧系 里面我主修服装设计 所以说呢像这一套打歌服啊 还有后面这一面的这个衣服也都是我自己亲手制作的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且支持购买一下 如果你没办法来秘密基地购买的话呢 你也可以上我们秘密基地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到全省的唱片行都可以购买得到哦 不管是网路上还是你要去唱片行或是来秘密基地购买 都非常的欢迎 谢谢大家的捧场 好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为止 那如果你想要来秘密基地一起玩 或者是有任何意见的话呢 都可以留言在影片下方 还是你有什么游戏想要我帮你做介绍的 你也可以留言 如果我看到刚好是我会的游戏 我会帮你做介绍哦 我们留言都会慢慢的帮你们做回复的 所以请大家可以尽情的留言 任何意见都可以哦 非常的欢迎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 我是秘密基地的李秘 大家拜拜